都要重新整理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 就是那个 因为之前那个 有一阵子 就是去年疫情期间 然后就就送 slack就送了大家 就是免费升级到 slack功能 所以那时候 纷纷的开始 挂了很多那个 机器人上来 不过后来就是 它又降回免费版之后 就是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 因为免费版的slack 只有十个机器人 十字机器人的名额 或者是十字app 就是那个 外挂就是只能挂十字 在slack上面 所以现在 就是无法决定说 到底要这么决定 到底是哪十字app 可以挂在这上面 那要怎么 原有的 又怎么新增 所以就是 需要讨论这个规则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 就是admin 很多gmv slack admin 都是 比较是之前活跃的 活跃的gmv参与者 但是就是现在也不一定活跃 所以就是在想说 就是admin的那个名单 就是要更新 大概是这两件事情 就是admin名单 跟那个 讨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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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